大家好,我叫Lily 大家好,我叫Daisy 我是在台湾出生,可是在澳洲长大 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过来了 一直都是在Health Management以后工作的 快20年了吧,一直都是做这个管理层的工作 我是来自于广东 以前是留学生的身份来到了澳洲 我是澳洲的一名注册护士 那我之前是在殡葬的一个上市集团工作过几年 然后现在是开始在一两行业的工作 所以我的工作经验就是不像猎头那么的久跟丰富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想到说要一起合作 创业从事殡葬行业的呢 之前Daisy上班的那一间上市集团公司 他们找了一个猎头公司去找我 过去那边帮他们去管理好几个牌子的运营 所以我才有机会去接触到这一行 然后在这里头上班的时候 就认识了Daisy 我们以前是同事 也几年呢 把在这个上市公司里头做的 Lily你在医疗领域啊 从事管理的工作 Daisy是一个注册护士 其实跟这个整个大的行业 还是有点联系 但是我还是不解的是 两个年轻的女孩 然后一起创业 从事这个殡葬服务的这个行业 有些人来讲可能是不太理解 你们当时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是个好偶然的机会吧 然后进去做了以后发现 这一行其实非常的有意义 这几年以来也看到了 殡葬文化他们的趋势 跟未来的一些发展 从而就在想说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能够自己出来 把自己的理念真正的把它运营出来 运营化这样子 对所以才有了一个这么的一个机遇 Lily和Daisy 你们两个从事的这个行业 会不会有些人会觉得就是说 谈到说死亡或是这种逝者 就是一个比较的 不那么positive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你们怎么看呢 其实我觉得是看你怎么看 这个状况这个情况 你自己想想看的话 你面对的这些所谓先人 过世的这些人 他们都是别人的爸爸妈妈 别人的家人 别人的亲人 他有可能是儿子女儿 他是一个family的 一个非常close的一个人 所以当你这样子去想的时候 你可能你存在的这种恐惧感 他就会转化成一种爱 听了你这样说 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平时大概的这个工作内容 会涉及哪些呢 每一天的这些工作内容的话 基本上都是帮家属家人 去策划筹划他们的这个丧礼 对基本上的 然后从他们的第一次碰面 到怎么样去把他们的亲人 接到了我们的太平间 做整个仪式的内容 再加上可能就是陪着家人 去把所有的这些official paperwork 怎么样的去填写 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疑问 都可以跟我们都可以跟我们说 跟我们问的 做一个这样子的统筹 到了那个仪式的当天 我们也会到现场去主持 属于一个conducting 就是要让他整个仪式 整个流程下来 都要非常的smooth 结束之后的话呢 我们还是会跟家人 有一定的沟通 因为死亡证明书 我们也是要帮他申办的 然后家人有一些之后的需求 他们也会跟我们说 比如说骨灰的存放 或者是骨灰 他们有一些要带回国内的 要怎么样去处理 有些甚至会去找我们 去询问一些 咨询一些律师的资料 各方面的 我们也会帮他去统筹 是不是也包括 试者遗体的这个运输呢 你们也有在负责吗 这些是有专业的 不同的部门去协调的 所以其实在澳洲呢 运送接送遗体是一个部门 然后去到太平间呢 给遗体做大体护理 化妆啊清洁 穿衣是另外一个部门 这些都是专业的工作人员 他们是需要有一些证书 他能去做入恋式这个工作 然后包括接送的人员 他们也是要经过训练的 这些是我们会统筹 给其他的部门的工作人员 去安排这些事情 Daisy你刚刚提到说 接送逝者的遗体 还是需要专门的这种训练 为什么需要专门的训练呢 你要看这个人过世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他们有可能会在家里 有可能会在医院 有可能会在养老院 就是他们过世的地方都会不一样 那不一样的话呢 你会存在的什么问题 比如说楼梯 比如说他的那个门走道 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 他的肌肉就会开始僵硬 大体移出的那个步骤 没有一个普通人来想象说 这么的容易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专业的人员 去收购专业的训练 他们才能够知道 当他们到了一个这个地方 他们应该要怎么样能够尊重的 也不会弄伤自己的情况下 把大体移出 平时你们华人客户多 还是说西人客户多呢 两者有没有什么太大的 这种服务上的区别呢 华人的客户相对来讲还是高的 华人的客户 由于他们信任你 然后能够很放心 放心的去 去 trust你这个专业的话 他们想要你来统筹 然后帮他们做完所有的事情 外国人的话呢 他反而会比较想要问说 有什么是我可以来做的 有什么是我可以为了这一个心意 能够去做的一些事情 在澳洲来讲 我觉得不应该把它分得这么开吧 因为大部分在这里生活的华人 他们也受过的在这里的教育 那他们也受到这里的一些文化的影响 所以他们会变得他们很多的很多的观念想法都已经变成了有点mix了 你们的这个工作性质哈就是相当于经常跟逝者就是去世的人打交道 那身边家人朋友他们都是什么看法呢 其实身边的朋友或者是甚至乎家人吧 我其实没有经历到 但当然这个是个人的经历 但不是说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我来说的话呢 家里人包括了我先生啊 或者是我妈妈 他们没有说什么反对的 反而会觉得说 他是一份工作 他是一份职业 对某些人来说 那更深呼的是觉得说做这一个这一行的话很有意义 我大部分的朋友如果不认识 第一次知道我做这一行的话 他们会说哇好特别 是确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华人的朋友啊 或者是亚洲朋友 他们会觉得哇好特别 你会去想要做这一行 其实上一代人的思想会觉得你做这一行很不吉利 他们会戴着有色眼镜去看着你 但现在其实现在社会的发展已经身边都是年轻人 而且我们身边大部分是专业人士啊 护士啊医生啊医疗产业的一些同事们 他们会觉得哇那你做这个工作其实也挺有意义 但他们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会想到去做这个 那就是因为我自己人生的经历 让我接触到了这一行 那我觉得我也可以做一些新的挑战 想要融合中西方的文化 那好像说到刚才说到家里人或者朋友 他们会不会很惊讶 其实他们倒不是经历他们会觉得你很有勇气了 就是包括我自己家里人也是 他们现在还是在中国生活的 我爸妈会觉得说 既然你选择做这一行你就好好做一份职业 然后对待每一个家庭这样子 刚刚Lily提到说从事这一行挑战是不一样的 我想对于我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是我假设自己从事这一行 应该可能会涉及到晚上做噩梦 或是就是会莫名的有点恐惧感 虽然还是像你们刚刚那样说了 其实也是那个道理 但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本能的那种心理 是没有那么容易去克服的 你刚刚提到的这种挑战又是什么挑战呢 那可能就是说要去从头学起 那这个对我来讲的话是一个不同的challenge 像之前我跟你说的 这行的平均年龄偏高 这个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所以要去怎么样跟这一些比较 怎么说年长一点的 可能社会经验比我还要跟丰富的这些人 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各方面的话 那对我来讲这是一种挑战 可能你以前在公司里头 你会有accountant帮你做事情 你会有这些就是不同不同的 很多其他的部门去帮你做处理某一些事情 自己出来创业 尤其又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初创的 就只有我们两个就变得很多很多事情 轻力轻微的自己去做 因为我其实也才20多岁 那对他们对我来讲都是长辈 我都很尊重他们 那其实这也很难讲 因为他们都做了很多年 在这个兵营行业 他们可能是华人的一些开封者 然后他们都做了非常多年 可能他们都五六十岁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 其实甚至好像有八十几岁 还在做这一行的都有 所以领域其实也很管阔 他其实很广 然后大部分的人 如果在这一行的话 五十几岁 然后你来入行的话 他其实是较年轻 进过两位介绍 我感觉要做好这个殡葬服务 其实还是会要考虑到很多的这种细节的问题 各个环节 一环扣一环的不能疏忽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不是一般都还是很顺利呢 并不是说顾客带给我们什么不顺性的事情 大多数是因为可能在这个case上面 这个往生者他本身的经历 或者是他们是因为什么样的意外 就突然过世了 就是他们自己本身的经历的话 那可能会去稍微影响到我们一点 我想从业这么久 二位应该还是有一些 这个所见所闻啊 所感之类的 对吧 跟逝者相关的一些或感人或者是悲伤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故事 一鸣也是中国的留学生来到澳洲求学 那他是在海边跟朋友去游泳的时候 因为朋友可能在那个海里 可能也就是被卷到海滥了什么 就比较危险 然后他就是建议勇为去救这个同学 然后同学呢就被他救了起来了 但他自己却被那个海滥卷走了 很不幸的离世了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启发是很大的 因为你作为一名海外的游子 你来到异地求学 然后你因为建议勇为 然后你离开了这个世界 其实对他的家庭来说打击也是很大的 也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伤害跟影响 在做这一行的时候 你真的会看到不同形形色色的人 外国人的一个家庭 他们选择了 我觉得是很特别的棺木 也是现在我们去提倡的一个环保棺木 它是纸棺 在那个葬礼上面的话 是属于有很多的小朋友 然后他们是怎么样呢 他们放了一个彩色笔 在棺木的旁边 他们让所有的小朋友 因为他是一个老爷爷了 他的众子孙都上去 不会写字的就给他画画 直接画在那个纸棺上面 会写字的就给他留一段话 他就会写什么 啪啪然后就可能就是说 我很想你或者怎么样 到了整个葬礼的最后 这一个纸棺 他其实变成了一个很彩色的 一个非常漂亮的棺木 上面写满了他的这些 grandchildren给他的祝福跟思念 当所有的宾客都走了 都离场了 让我们去收拾这个场地的时候 当你看到上面的这些 不同的message 你是真的是感动的 然后你看到这个 你反而会觉得 wow it's really sweet 刚刚也在想之前 接触过一个家庭 他们是一个新移民的家庭 当时是一对年轻的夫妇 带着自己的小孩来到澳洲 这对年轻的夫妇是努力了很多年 才拿到了澳洲的一个身份 然后带着小孩从中国 就移民到澳洲了 但是小朋友来到澳洲 可能大概半年左右的时间 可能就突发了一些疾病 然后就是在澳洲离开 离世了 那他的爸爸妈妈情绪 其实是非常的 不能说是失控吧 他们把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 但是当到了葬礼的那一天 他们其实就是已经有点失控了 因为没办法接受这个事情 因为他们是为了小孩的未来 才来到了澳洲 但是到了这里之后 小孩子却因为一些突发意外离世了 那他爸爸妈妈其实在看到小孩子 躺在那里的时候 已经就是哭到 就是已经冰倒在地上的一种感觉 他的爸爸跟妈妈呢 在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 就把我们的联系方式全部删除了 因为他说的是 他不想再去回忆这一段 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回忆了 并不是说觉得我们是会气怎样 只是他想把这段事情就涌残心中 这个孩子多大呢 那个孩子可能就十岁左右吧 还是挺小的 确实让人非常伤感啊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了 自己本身碰过的话 那倒不是葬礼本身棘手 是可能筹划的过程中的 那个communication可能上面出了一些问题 那本身这个往生者 他是想要把他的大体给捐赠给大学的 那可是刚好就这么刚好 他过世的那个时候是礼拜六 礼拜天 之前我在工作的那个公司呢 他是周末的所有的电话都会是给call center来接 他们接起来的时候 可能没有跟那个家人上面的那个沟通上面 可能就是没有把他这个意愿清楚的给他表明出来 导致成我们可能终于下午回到了那个办公室 打开了他的邮件 看到了这一个email再打电话过去给家人 了解到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情况的时候呢 才发现因为遗体已经接回来了 大学他们那边是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时效性 就可能就是大体过了24或者是48个小时以后 他们可能就不会再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捐赠 那可能这对我来讲的话是还蛮shock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变得一个人最后的一个遗愿 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达成的 之前莉莉在私下有跟我提到说 这个葬礼上有些人还会吵起来对吗 具体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家里头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对然后他们可能在遗产上面的处理 可能他们没有一个agreement 然后他们可能会在葬礼上面可能会去讲说 今天有这么多的叔叔阿姨长辈在场 我们就在这里就把他三逃六面就把他讲清楚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做 那可能到最后你会去协调的理念是说 今天我们来的purpose是什么 我们是想要安安心心的让这个亲人去离开 你不想要让他在最后这一天 他还有什么样的挂念 那第二如果在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仪式 因为为什么你们再继续吵下去的话 我们可能要叫警方来imbo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你们会不会想到把最后的这个葬礼搞成这个样子 之前莉莉还提到说有一些突发的情况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是怎么说呢 他就是家庭成员 父母亲或者是家里人不是那么认同这个亡生者 他的一个伴侣 当他的女儿走掉了以后 父母亲可能就是不大希望说在这个葬礼上面 有他伴侣的出现 那身为一个伴侣 他可能就是非常的想要去送别他最后的这一程 爸爸妈妈 对爸爸妈妈 亲戚 他们没有在我们meeting的时候 去特别提到有这么一个男朋友的存在 当天我们到了以后 我们就突然发现 家里人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情绪上有一点波动 稍微出去了解的情况 就发现说好是这个死者的男朋友来了 就开始起了一些冲突 本来是言语上的冲突 结果后来爆发起来了以后 就变成肢体上的冲突 那肢体上的冲突的话 那一般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就必须要去通知警方 去来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就是变得他是群众围殴 警方到了以后 可能就是先安抚一下大家的 所有人的情绪 然后去了解一些状况 各方面的 那我们才能够去跟家里人 去沟通这件事情 所以就变成整个葬礼 他必须要延期 你还提到说 有一些当场晕倒的是吧 也有 也有就是情绪太激动的 老公先走了 然后太太自己一个在这里 然后就非常就哭得非常非常的激动 然后太伤心 当场就晕倒的也有 也有哭到吐的 都有 人的情绪波动还是挺大的 对 所以看他说他究竟情况怎么样 如果他吐了之后 但是他还是想要这个葬礼顺利进行的话 他可能稍微恢复一下 但我们可以继续进行这个葬礼 那如果晕倒 他真的是很严重的情况 那肯定没办法做葬礼 是还要救那个急救人员啊 救护车啊这些 但是我们都会尽量协调 不多啦 其实这个情况发生的不多 但是也会发生 但还是会尽量说协调 单天我们还是要完成这个事情 要不然会涉及到更多的 这些其他工作 你们觉得有没有那种 你们这一行就是外界 大家不了解 甚至是误解的呢 我觉得不了解的 有可能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在澳洲做这个行业 是很赚钱的 或者是说他的薪水是偏高的 有可能真的在国外 尤其亚洲地区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 可是这个在澳洲 他其实跟所有其他的职业的薪水 来的是一样 甚至乎有可能更低 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 对这个行业的一个物体 这个收入待遇 你是指的是这个行业的员工呢 还是说老板呢 其实都一样 其实在澳洲来说的话 小型创业的这些小公司 你说老板跟那个员工 他的薪水能够差多少 我觉得其实差别不大 那么两位从事这一行啊 这么久 是否对死亡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 亲情啊 友情爱情 或者是其他方面 有没有自己的一些感悟 或者是收获呢 因为我个人是经历过 我自己亲人在澳洲离世 我会觉得 从那一刻开始 我是觉得说 大家就是要珍惜当下吧 而且经历过这么多 不同家庭形形色色 各种宗教信仰 各种家庭背景的仪式之后 最重要的确实就是 你要珍惜当下 拥抱当下 好好的跟你的家人去相处 就是在葬礼上也放大自己家庭矛盾 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合理 很不尊重适者的一个行为 对我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我们会更 我会更重视在这个 为雨绸缪这一方面 当尤其因为家里有了小孩子 那我会更去看重这一部分 怎么样能够安排到 因为你真的看过 有很多的这些家庭 他们来了 可能爸爸妈妈过世 而他们的子女 是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可能爸妈的 生前的意愿是什么 他们可能从来没有去提过 也没有去了解过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 这是一个禁忌 然后在家里头 可能老一辈的人 也不喜欢去谈 这一方面的事情 可是当他们当事情 真的发生了以后 他们突然感觉到了 啊我们从来都没有讲过 妈妈想要的是土葬还是火葬 她想要把骨灰留在这里 还是带回骨 就这一些他们通通都没有 因为忌讳 通通都没有去讲过 那变得说 小孩子来到了我们的 我们叫做 他们是迷茫的 很多人没有去做一个遗嘱 所以会变得说 这个也会造成了一些纠纷 希望将我们的理念 我们作为两代之间的一个桥梁 以一个新的理念 一个新的概念推广 然后想要让人家 能够更加的open 去谈死亡这件事情 因为生是不一定 那可是死是必定的 希望大家可以去讨论 死亡这个话题 不用说很忌讳吧 而且就是如果真的 到那一刻来临的时候 你多多少少有点了解 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干点什么事情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有跟自己家里面 谈到这个死亡的话题吗 有啊 有 绝对有的 是 甚至乎是讲 以后是想要以什么样的概念 什么样的概念 死后 对 死后呢 就做什么样的一些 一些仪式什么都有讲 甚至乎是说 目的啊 各方面这些事情 都会有讲